法门神庙 这个法门就指的净土法门 真的是神啊 真的是庙啊 破尽一切西冷 西冷 不切实际的这些言论 都叫西冷 这里头没有真实的意见 斩敬一切意见 这种意见 都是属于烦情 与烦恼相应 与真心不相应 斩尽就是抛弃的干净的 谁能做到呢 为马鸣龙树智者永云之流 这一类的人物 他们有能力 彻底担吼得去 这些人统统是明信 借信的人 都是地上菩萨拉 不是小菩萨 大菩萨拉 智者 释迦牟尼佛再来 用名 阿弥陀佛再来 他们给我们做了圆满的演出 其余 世之变从 通如禅客 这是世界 聪明才智之诗 儒家的大同家 佛门里面的乘客 参参 美开悟 净死度量 接近你 思维的能力 你去度量 越推越远 为什么 这个事情不能死 不可思议 这句话是真话 不是假话 又不如 这个话 换一句话 大家好懂 反而不如 与夫妇老师念福 乡村里都不认识自己 阿公 阿婆 他们没有知识 什么都不懂 但是他们很老实 他们非常谦卑 自己知道样样不如人 你教他一句念阿弥陀佛 他真理老师念 念上几年 他往生了 锐向西游 站着走就坐着走的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 没有法子可能想偏 这就是直前面讲的 事之变从 通入禅客 比不上他们了 他们修学 真有成就 他正往生了 往生的品位 我们不没办法猜测 那为什么 唯能 秦统佛制 暗和道明 这两句话说得好 这八个字 秦统佛制 佛制是什么 根本制 根本制是心里头干干净净 因因不损 除了一句阿弥陀佛 什么念头都没有 最后念到什么程度呢 虽然念的阿弥陀佛 心里头念阿弥陀佛都不知足 那就根本制限起来 这就是前通佛制的境界 念而无念 他念不念 他真念 你听他 南无阿弥陀佛 字字清楚 了了分明 他有没有分别之者 没有 这就是理念 这就是前通佛制 这就是安和道明 这样念佛 他们往生 是上辈往生 功夫好的 上瓶上身 功夫差一点的 上瓶下身 生尸包装严图 所以这些阿公阿婆 不能侵蚀 不要认为 他们念佛将来都往生 下瓶错了 他心底干净 他心底善良 他没有污泥 绝对不会害人 这念佛法的妙 我们明白这些道理 那就李老师以前常常跟我提到的 他想学瑜 他不学聪明才智 他说我要学瑜伏 瑜伏 学这些人 学了多年 学不想 学瑜不容易 说瑜不可及 你比不上他 意思就在此 你不要看他瑜 他这一句佛号念的话 他会念到上篇上 这个里头很深深的含义 就是说明老实人了不起 老实人真好 老实人不说佛 他不度过道 他要能行善 肯定到天道 他不能行善 来生还是人道 那为什么 他没有害人的念头 没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 没有控制人的念头 他老老实实 这一段 欧欲杂斯讲解 没有占别人的念头 然后再 Danielle 先回家 到现在